那你说有家暴 家暴 其实 天底下 除非他 他精神有问题 要不然不会无缘无故 这样子 还是可以处理的 你要懂得以柔克康 这个柔的方式也可以 透过这个女人 最厉害的就是 柔工 撒娇 或者是用眼泪 这些都是很厉害的 用得量去化解 守正复道 避免产生对立 这个最重要 我们今天讲太和之气的修炼 就是不可以产生 这个对立 那就破功了 了解吗 如果我们今天要修太和之气 记得任何人 任何事都不要跟他产生 不愉快的对立 这是最重要 不关系影响丈夫的不良心 好 再来看第三个 来读一下 六个三 歸媚以心 反归以定 白逆正道为从 至极合法逢以任 刚毅以任 这个是在讲一个 刚开始 他可能期待过高 竟啊竟 竟到什么 美女竟 结果 嫁人家当妾 结果 妾的身份地位就很低了 可是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样子能够 还可以变成一个 所谓的 幸福家庭 就是说 你虽然条件 是这样子 但是也可以成为 行其良民 那就好 开始慢慢培养 第一个一定要符合精子震动 方法是这样 要培养志气和合 然后找到一个最好的相处方式 然后刚毅并随以赔得 最重要的是 你要感谢他对你的一些 你觉得不好的地方 但是你还要对他好 所以他赔得 这样将来可以同心同德 一起努力 简单的讲 你带他来求道 了解道理 那是最方便的 所以这里 当我们要成为 这个贤妻良母 就是要成为贤内柱 不过这边 所谓的贤内柱 应该是 太太可以成为 先生的贤内柱 先生也可以成为 太太的贤内柱 彼此 这样是最好的 那两个人 彼此 要心手相连 白头携老 那是很重要的 那个就是 要培养相存 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相存 然后心灵上能够相沟通 这个叫做 刚义坚真 事实相处 这对太太来讲 不忘了 不忘了 重点就是彼此能够修到佩等 同修了 其实 这个地方并不难 最重要就是 前面所讲的那几个 包括相敬如拼 包括以德来化解不愉快的冲突 等等这些 都很重要 来 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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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免典喜 持歸有词 白亦 楚平静任德化 行义胜理大奉进 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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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正和 这里 他讲的是一个坤德来化解困难 这个九世特别是寸对坤道 然后 歸蔑千奇就代表说 人家已经来提亲了 要出嫁了 结果他不愿意 然后会跟家里产生冲突 会 这里是跟家人产生冲突 但是他的持规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有主义的对象 那他当然要等待 有时就是等待 那等待是一种耐心的考验 静待晚假必有粮食 可是这个过程可能会有这些 代表争执 代表需要去化解 让心平气和 靠德量 好 这个情况 用今天的情况来讲 就是说 男孩子或女孩子 因为 现在社会自由恋爱 他交了一个朋友 结果带回家之后 父母亲不同意 叫他们要分 但是呢 判不厌恋恋 那这个时候 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做傻事 就去 罗密欧朱利叶那种方式 殉情 千万不要做傻事 处平静就是这样 要冷静 一对 要冷静一对 而且不要对立 而且不要对立 不要 就是说跟家人吵架 吵得不一块 就离家出城 千万不要这样 而且是处平静 任德化的意思 还是要用德性去感化 父母亲 虽然因为这样子 对这个女儿 或者是对这个儿子 还不能接受 然后就常常吵架 吵吵吵吵吵 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跟父母亲亲子关心 弄得很不好 这还是要想办法 用这个德量去感化 去反对这些力量 要化解掉 那这样子的话 才有办法 最后 终于有情人 忠诚见属 好 再来六五 我们读一下 六五 弟弟归媚 其君知愚 孤入其弟之媚 岳其壮其 白地 以为正宗 云道以终回归平 真道永长日永 好 这个弟弟就是 一般讲就是商他们 他嫁妹 嫁妹就是嫁女 出嫁少女 可能是嫁她女 那其君之媚 媚就是嫁妆 衣室等等 不如其弟 弟就是 因为她嫁的时候 是几次两个 正妻跟妹妹 她的妹妹 妾 所以作为正妻的医事 不如妾的医事好 这在讲什么呢 这就是 对先生来讲 会是一个考验 因为先生可能 对这个妾特别好 所以给她的医事特别好 然后给正妻冷落 给她的医事 把它擦 好 所以 这种情况 一定 也可以看成是对 学生的考验 你要在这种情况下 展现出 一个好的 美德 就要 就像那个 那个月亮接近圆满 不过瘾那样子 好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因为这个五呢 指的是先生 就是先生对妻 应该依理相待 不能多说 特别偏爱妾 然后不理正妻 那其实这三个就是 道义 恩义 情义 道义就是彼此 要成为同修 互相切磋 在道学上 道义上 恩义就是互相感恩 这个情义呢 就是那份感情 不能够结了婚就没了 那份情跟爱 所以这个 先生对太太 最重要的就是 理 相敬如宾 其实是先生 对太太更重要 你看那个日本 日本女孩子 哇 传统的日本女孩子 那个先生回来都要 怎么样 可能他们也是 巴达明的那个房子 有时候要跪下来 这个 帮他排 排那个脱席 然后还帮他 换衣服 然后帮他放几朝水 等等这些 都是太太在做的耶 那所以 先生的角色其实也很重要 先生也要 也要有这个 这个理为正宗 就是这样 那更何况 如果家里有两个的时候 这个混添 过一种爱 这个 情义 其实总的来讲 这个先生来讲 就是恩义 情义 道义 这个三部分 然后太太 原本的 士德 富德 富言 富功 这四个 基本上还是一样 这多了 把这个三重改善 善意 所以 我们 这里有一段话 请大家来读一下 好了 今天修道道化家庭 你得牵引身边的同伴 牵引你的孩子走入道场 让这道卖能卖卖相间 要给家人孩子引导 引入到真理里头 大家共同修办 但是也要记住一个要点 所谓家 所谓道化家庭 这个家不能只有你而没有爱 要知道这是一个家 家要以等待为基础 不要罪家人质玩高球 而不给予惯类 一个没爱的家 你算什么家 这谁要清楚 谁要明白 好 这个特别针对父母亲 尤其是先生 这个真人所跟我们有勉励的这一段话 因为我们要让道场卖卖相成 那下一代的接引很重要 这个引入真理里头 在家里就要把它做好 这样才有办法 将来我们传承 这个传承很重要 所以这里讲到爱 讲到仁爱为基础 道义恩义情义 这个情就是爱 尤其是这个仁爱 惯爱 这个很重要 好 那 还有一段话来继续 为我把忍耐展现出来 家庭才会温暖 还值得身边的人 才会愿意跟你一起修半道 才不会听到许多怨言 说自己的家人 求道修道之后 此故佛堂只幻想道理 合乎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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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不要 我们这个佛堂只到我们这一代 一代谈主 那就没办法传承了 对不对 所以孩子要能够传承 成为接棒人 未来才有希望 那怎么做 就把家经营好 仁爱要展现出来 家庭有温暖 其实就是道义恩义情义 那富得富荣 富功富严 当然也是 把这些做好 好 最后 善六 来 我们读一下 善六 你成光无时 似乎阳无雪 无忧有力 八义 义你为之 得随义从你为主 己正能何以修顺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少女手统诸光 你成光 无时 各中没有 方中没有 没有东西 四瓜羊无险 男子宅杀羊 却没有险 那 无忧理 那这样是代表 婚嫁难成 就是 可能去提亲不成 那当然 婚衣服 也有可能是 结婚之后后来离婚了 双方 可能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白羊义 就是针对孔子姐这一卦 有四个字 叫做我们说 知必有忠 知必有忠 就是说 要知道有一些事情 足以影响 这个家的不好的 那个一定要避免 这样子才能白头偕老 就是有忠 然后重点是 父义父随 修身必等 所以 这边讲的义以为 就是说 这个义呢 就是我为你 做一些 对你有帮助的事 这个叫做义 有人需要帮忙 赶快去 然后不求回报 见义勇为 不求回报 义 那先生为太太做一些 对他好的事 太太为先生做一些好的事 本来就比所当然了 譬如说 先生在外面赚钱回来 把钱交给太太 那 每天呢 太太在先生回来的时候 都给他准备晚餐 帮他 平常帮他洗衣服 打扫家 教养孩子 彼此为 对方 为这个家做一些好 这名叫做义 所以 富义富随的弱使 但是这个义 有包括三方面 道义 恩义 情义 对 对 这样子 一切以礼为舟 断正人人修圣 好 所以我们 学了这一句 我们就知道说 为什么白羊 寡门这么样的 俗神 你看 今天这个时代 如果说每个人 发心修办 都要像清阳弘阳那样 到深山梦洞 到寺庙道观 去出家 去修行 叫做抛家舍业 你想 有可能 我们要把九六岩佛子 统统变成这样 要把他度回去 每个人都要抛家舍业 有可能吗 不可能 可能 如果修道都不能结婚成家 不出三十年 人类就没了 所以 白羊寡门绝对是 一个可大可九 可长可眼的 很重要的 适应今天这个时代的 它就是从家做起 这个就是它很殊胜的地方 让每个家都变成幸福的家庭 因为 我们这个白羊寡门 是要适应到每个地方 每个角度 总是 不是只有 我们这个地方 或是只有中国 或是只有台湾 或是只有哪里 不是 而是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因为家是最基本的单位 所以 家 幸福了 人类的社会幸福了 未来就是 人间大同理想 人间净土的实现 所以 我们这一卦 一定 要记得 我们 刚刚太卦是教我们 太和之期的涵养 太和之期的涵养 先从家开始做起 你在家 从今以后 绝对不要有任何 伤和弃的事情发生 即使跟自己的先生也好 跟自己的孩子也好 处平静任德化 有任何不意外的事情 一定是这样子 然后再进了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 道场 各方面 太和之期的展现 就从家 修身起家开始 好 今天 微片花就到这边 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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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